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少年新闻周记 只要是你care事通通 我招你 我是潘兆文 教室离世界最近的距离 国际新闻不可不知 赶快透过我们镜头 帮你抓重点吧 号称全球最大单一遗产的 大埃及博物馆 从10月16号开始 陆续开放展览 这个耗时20年 耗资新台币 300多亿打造的博物馆 有何特别之处呢 为什么两个小时 1000美元的私家行程 大家还是抢破头呢 今天的不可不知三件事 带同学们一探就近 同学们看看这一只新兴网红 好疗愈哦 呆萌呆萌的 他会的技能很强大 不仅会打扫洗衣服 还会各式的体操 而且他还会偷拿 饲养员的手机 享滑手机 你猜猜他有聪明到 可以解锁吗 待会儿一起来瞧瞧 新闻一开始 但您关心中东正出紧张局势 朝鲜半岛也开火了 南韩军方在10月15号 证实北韩炸毁一条 连接两韩的道路 那么南韩也不甘示弱 随即开火回应 会不会演变成南北韩大战呢 爆炸前能看到北韩方也派出了专业摄影 捕捉精彩画面 之后使进了挖土机 卡车等多辆重型装备 进行道路的后续拆除工程 南韩飓方证实 虽然没有人员在这起爆炸中受伤 但已经从军事分舰线以南韩开火回应 北韩总参谋部曾在10月9号发出声明 将要完全切断与南韩之间的道路和铁路 实施兼顾的要塞化工程 宣布不到一周就有大动作 还没指出北韩轰炸的路段 是南韩当初耗费将近1800亿韩元打造 大约是新台币43亿元 当初被认为是两韩和平的象征 北韩的贷款都还没还如今 却说炸就炸 也代表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北韩的军武真的那么强大吗 不只对外宣称拥有核武 还向好妈及俄罗斯输出武器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二度指控 北韩对俄罗斯的军援形同已经参战 火光燃烧吞噬建筑物 打火英雄与火搏斗 15号俄军用七枚飞弹空袭 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 还向其他地区发射两枚飞弹 出动17架无人机 遭乌军击落12架 先前武器库购解的俄罗斯 现在又凶龙火虎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样解读 这是泽伦斯基第二度指控北韩 介入乌尔战争 而且这次摄入情况从军援进阶到送兵行同时参战 但是后时克里姆林宫已经驳斥这项指控 乌尔战争仍未完待续 现在乌克兰要防的除了北韩还有中国 俄罗斯防长贝洛索夫14号出防北京 受到中国防长董军高规格接待 凸显俄中关系不止热络还情投意合 什么是中俄的共同愿望 董军没有明说 但俄中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合作 认为会有助于全球稳定 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俄中两国 至于中东战火 现在也是越演越烈 在以色列的狙击之下 十三名真主党高层 已经有十一人死亡 那么根据国际媒体最新消息 以色列很有可能在美国大选 也就是十一月五号之前 对伊朗进行报复 无尽大火吞噬帐篷区 此时还有人躺在床上 在亲友面前痛苦丧身 这是加萨中部地区 阿克萨医疗中心外的难民避难场所 已经不止一次遭到乙军空袭 而以色列现在更不打算在黎巴嫩停火 纳坦雅胡话一说完 以军攻势马上就到 已经安静了几天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16号再次遭到至少两波攻击 以色列声称是在扫荡真主党武器库 根据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以色列也即将对伊朗展开报复攻击 时间点会在美选之前 但不是考虑选举因素 对所有深仇大恨 以色列没有任何让步空间 至于刚熬过一年的加萨战火 人民已经陷入绝望 不止无处可逃 连食物跟水都十分的短缺 那么以色列的态度依旧强硬 一边攻打加萨 一边攻黎巴嫩 而且还警告联合国维和部队 别插手 否则到大美 黑暗之地烈焰寻天 医院临时收容中心活海一片 好不容易有栖身之地的难民 再度无家可归 枪林弹雨整整一年又六天 人们过去的惊慌逃离 现在成了绝望的游离 毕竟能在地狱里活下来 多么不容易 走不了的伤患一一被扛进医院 但离开货流下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整个加萨连食物和水 都没有着落 没有人知道为何以色列杀红颜 连以国境内媒体都认为 加萨北部已经没有军事目标可以攻击 纳坦雅胡只是趁乱清除巴勒斯坦人 甚至严正警告临核国别淌昏水 被阿拉伯人包围的以色列 侠军事优势以一党百 珍珠党和哈马斯遭肃清之余 幕后老大出列整队 但所谓的五根手指仍印不过拳头 尤其五角大厦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授权部署 终端高空防御飞弹 中东剑拔农张以南逆转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只差全面开战 逐渐扩大的中东战事 让邻近的埃及遭受驰鱼之殃 大埃及博物馆虽然10月16号 适行开放参观 但是全面开放之日可能遥遥无奇 这个已经动工干了12年的博物馆 原本预计在2021年开放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已经延到了今年底 那么按照原定的计划 10月16号博物馆会先开放大礼堂 大楼梯等地 然后陆续开放其他的展览厅 不过埃及政府已经宣布 因为目前的中东情势混乱 那么会等到局势氛围有利于埃及的时候 才会对外全面开放 这个花了新台币300多亿打造的博物馆 究竟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 今天不可不知三件事 就要带同学们一起了解 历史课本以外的故事 这个博物馆面积为50万平方公尺 大约是73个足球场大 主打节能减碳 包含太阳能电池板 照明以及自然通风系统等等 那么在今年2月刚获得国际认证的是 非洲跟中东地区第一座绿色博物馆 大厅的正中央处立着一尊 蓝锡兹二世法老王的雕像 重达83公顿 11公尺高 已经有3200年的历史相当的雄伟 而这一座令人惊艳的博物馆 是由台裔建筑师彭世佛 所带领的团队构思设计原型 在02年打败了全球83个国家 在1000多张国际净图中脱颖而出 不过从设计图竞标到了施工完成 花了20多年 因为街头运动 经费不足以及疫情的影响 开放日期一言再言 一名20年资历的资深导游说 其实这座博物馆 曾经在2019年秘密开放 两个小时的私家行程 每人要价1000美元 而且还得透过特殊的管道 才有机会预定得到 这么多人愿意买单 是因为博物馆馆藏丰富 至少有10万件的古文物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拥有图坦卡门法老 至今尚未公开的陪葬品 除了举世文明的黄金面具之外 大家十分期待 还有哪些历史珍宝将会一一亮相 其实图坦卡门在古埃及的文献很少被提到 但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那是因为考古学家 一直到1922年才挖掘出他的陵墓 以及黄金面具在内高达5000件珍贵的陪葬品 震惊了全世界 罕见的是 这3000年来他的陵墓从来没有被盗墓者洗劫 而且有好几位最早进入坟墓的考古学家 相继生病死亡 那媒体就把这一连串的巧合渲染成 法老的诅咒 后来科学研究发现 图坦卡门木乃伊带有真菌 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容易被感染 再加上这个陵墓长期蜜蜂 也滋生了不少细菌 所以才会使得进出的研究人员 一一的生病死亡 考古学家也打开棺木的时候发现 图坦卡门死的时候 还只是个19岁的青少年 而且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伤痕 这让当时才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 也悼念起战争死亡的亲人 还有想象 他们其实还活在一个不同 甚至可能更好的世界里 就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 造就了人们对于爱惜文明的狂热 也对图坦卡门更加熟悉 看完不可不知三件事 现在我们要休息一下 特斯拉无人计程车的蝴蝶门 才光鲜亮丽正式亮相 立刻被指控抄袭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回来继续锁定 少年新闻周记 欢迎回来少年新闻周记 继续来关心这一起重大意外 奈及利亚在10月16号发生了油罐车翻覆事件 造成至少147人死亡 那么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火势虽然已经被扑灭 但是车上还是有许多的胶痕 地上还被烧出一个大洞 由于奈及利亚通膨严重 民众生活困难 那么在车辆翻覆之后 许多村民为了搜集漏油而赶到现场 没有想到却突然发生爆炸 酿起这一起悲剧 其实通膨不只发生在奈及利亚 全世界都得面临这个大问题 经济政策更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的弱点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最后两个礼拜 眼看川普的支持率再度追上来 民主党似乎也慌了 贺锦丽学川普挑起对立 联众议院名誉议长 裴洛西也炮轰 共和党已经沦为邪教 粉丝扮成川普到场支持本尊 现场还有满满川粉排队等着进场 贺锦丽支持者则是开着高尔夫球车 组成造势车队 距离11月大选只剩最后两个星期 选民拉票拉出新高度 候选人也抛开人设撩下 过去川普拿来对付拜登的招数 现在全被贺锦丽如法炮制 先仇恨职也坐得驾轻就熟 不准对手搞分化 但民主党阵营却把共和党说成邪教团体 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民调CBS指出 在全国支持率上 贺锦丽只为服领先三个百分点 一百周双方差距更只有百分之一 NBC的民调则显示两人大臣平手 大选前最后催票阶段 两大阵营的算计抹黑 想必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而川普最大的支持者马斯克最近惹上麻烦 旗下的特斯拉无人建车 以及无人巴士拖了好久 好不容易在上个礼拜亮相 不过却被电影导演指控 设计抄袭 科技感雾面烤漆搭配流线外形 有别于Model X 特斯拉Dibert Cap 无人计程车的蝴蝶们 感觉又在进化 10号才正式亮相 但现在却被指控抄袭 2024经典电影机械工地导演 马上觉得这不只是参考 发文写下我可以要回我的设计吗 Optimist比较到电影的N-S5的蝴蝶 就连发布会上高层身上的T-shirt 以及口号WeRobot 都跟机械工地的原文片名 iRobot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斯拉官方对此没有正式回应 不过Cyber Cap 确实是特斯拉的最大愿景之一 而现在的特斯拉车主 能不能无缝接轨 未来的无人计程车共享平台 共享机制下 搭乘费用能压在1.6公里 约台币10元上下 特斯拉说 2027年要让无人计程车正式上路 如今特斯拉卷入抄袭风波 是否会影响品牌商与备受关注 中国重庆有一名叫做 余辉的高智商黑猩猩 现在成为网红 他几乎可以模仿人类所有的动作 像是伏地挺身 画画写字都难不倒他 最近这只猩猩又解锁新技能 那么就是拿起筷子吃泡面 再度攻占媒体版面 饲养员提醒来吃泡面 就用灵巧的双手拿着一根筷子 将热乎乎的面条送到口中 吃得很美味 中国重庆有个另类网红 就是黑猩猩余辉 今年已经23岁 换算成人类年龄大概30岁 余辉的智商超级高 号称猩猩界天才 看着人类动作有样学样 示范如何勤俭持家 余辉根本是生活智慧王 洗头之后刷牙 梳头发的时候还要照一下镜子 健身展现后空翻倒立技巧 几乎成为体操选手 投拿饲养员的手机想画画看 但解不开人脸便是 归还的时候有点小失望 现在来做一下家事 这个确实比我老公厉害 我老公在家里面只会摆烂看手机 你看人家 我们的灰哥是吧 可以洗衣服 还会扫地 难道这是要展现琴棋书画了吗 余辉几乎什么都会 已经连续三年 得到园区颁发的劳动荣誉证书 中国央视还特别报导 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是游客焦点 余辉继续解锁各项技能 打破人类想象 本周国际间还有哪些重要大事 时事不落死 带您快速扫描 针对以色列在中东的狂洪烂炸 欧洲各国不满的情绪 逐渐升温 法国总统和意大利总理 在地中海国家元首峰会 纷纷表达强烈谴责 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派人谋害 家国的席克教领袖 因而驱逐六名印度外交官 而印度随后也跟进 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甚至濒临破裂 北海道去年遭遇雪虫大爆发 不仅数量多到让人睁不开眼 还伴随难闻的气味 专家警告今年高温 使雪虫大量繁殖 虫虫危机恐怕再度上演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下 呐喊作家寒江的作品 在当地掀起一股抢购热潮 短短一天内大卖30万本 各地书店光不应求 他自营的书店也因为书被抢光 被迫歇业 霹雳舞表演者常常会把头部 顶在地面上旋转 然而近期英国医学研究发现 这种头转动作可能造成发炎反应 会导致皮肤和伤疤组织增厚 变成一块明显的突起物 所以要特别小心谨慎 看完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记得到我们各大平台留言 表达你的看法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在YT IG以及FB 搜索少年新闻周记 记得要追踪起来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潘正文 拜拜 我们下次见吧 by bwd6 by bwd6 mmm